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一位以狗狗生活为主的YouTube频道 台里的台里频道主 在IG上传了一个长篇贴文 简单整理一下重点就是 台里接受手术后 搭乘前往航我的飞机了 按照航空规定 必须要将狗狗放进箱子里 但因为飞机摇晃 狗狗开始尖叫 打开箱子确认后发现 台里已经没有意识地趴在那里 我叫他的名字摇晃了一下 但他不回头 我吓坏了 于是就打开箱子 将他抱了出来 然后他表示用按摩唤醒了狗狗 那时一名空服员走了过来 要我快把狗狗放回箱子里 我告诉了空服员刚才的紧急情况 但是他只是反复要我放回箱子里 虽然我也知道规定是那样 但是心里还是觉得很委屈 这个贴文上传不久后 在韩国最大的上班族匿名论坛 那位空服员上传了标题为 因为狗狗网红门 让人太烦了的反驳文 大家应该都知道 飞机是规定最严格的交通工具 在飞机上 人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优先事项 这位网红的狗狗在飞行中 因为飞机乱流 突然发生了休克病昏倒 主人为了紧急护理 将狗狗从箱子里拿出 在紧急情况结束后 我因为乱流坐在椅子上 没有看到紧急情况 当我看到抱着狗狗的主人后 就请他将狗狗放回箱子里了 因为那只狗不是山长狗狗 必须要放在箱子里 所以就这样告知了 但那位主人觉得我们很过分 在网上发布了 想要带风箱骂乘务员与航空公司的贴文 而因为这个贴文 很多人都说要向航空公司投诉 因为发生过太多次 主人们偷偷地把箱子打开 偷偷地抱着狗狗 导致狗狗随便在机上奔跑 咬空服员 跑到别的乘客座位底下躲起来 而这位是非常有名的狗狗网红 常常在YouTube或者是IG 上传在飞机将狗狗拿出来 喂吃的照片影片 看过影片的人 就在飞机上对我们说 为什么叉叉可以 我们的狗狗就不行 让空服员们多次收到了压力 这位网红比谁都知道规定 却不遵守规定 结果这位网红马上发布了立场文 除了这次因为紧急情况 将狗狗爆出来之外 我可以断言 我从来都没有因为违反规定而被指责 或者是随意将狗狗爆出来 我也知道紧急情况过后 必须将狗狗重新放回箱子里 但我也是被吓到 而且毕竟我是一位 要收到服务的付费乘客 为什么我在解释的时候 不想要听并直接打断我的话 要我将狗狗放回箱子里 这个部分让我很伤心 后来过来的空姐非常善良的安慰了我 搞不懂第一个过来的很冷淡的空姐 为什么要发布虚假谣言 说我是每次都违反规定的乘客 他说我之前上传了在飞机上 打开箱子喂狗吃点心的样子 那个影片是得到航空公司的 允许后上传的影片 总之彼此都有不对的地方 就到此为止吧 空姐再次发布了反博文 本人上传了那么多将狗狗爆出来喂食的影片 竟然说是虚假谣言 你狗狗的照片和YouTube 一直在公司内都引起了争议 然后你一直强调我很冷淡 到底要怎么温暖的说呢 一分一秒也要赶紧放回是我们的规定 如果狗狗吓到去咬别的乘客 或者是有对狗狗过敏的乘客发声的话 你要负责吗 你在我们公司真的是奥客 真心希望不要再搭乘了 然后你是真的有得到公司的允许说 可以在YouTube公开 在飞机上将狗狗爆出来喂食的影片吗 或者只是说了 是会与狗狗一起搭乘的乘客 可以上传YouTube吗 真的是太傻眼到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能感觉到这位空服员真的是生气了 而这个时候就有网友们发现到 在2019年2月12号的影片中 这位网红在吃饭的时候 将狗狗的箱子打开喂食的片段 然后也在飞机洗手间里抱着狗狗自拍的片段 甚至还有在洗手间放置尿布垫 让狗狗尿尿的片段 看来确实是违反了规定 在情况变这样后 这位网红发文解释 现在虽然没有这个制度 但之前飞往美国的航班 只要提供有不安症或忧郁症的人 与宠物在一起就能安定的证断证明的话 就允许不用将宠物放进箱子里 我们有事先向航空公司提交证明 用虚假谣言来民运毁损是犯罪行为 乘务员再次反驳 ESA仅是用于美洲航班 现在已经废除了 除了美国航班 你上传的去巴黎的影片 国内航班也都是打开箱子 喂狗吃了牛排 还说什么命运毁损 你越是这样 会越有更多曾经与你狗狗一起搭乘飞机的宠物员们站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有一个明确的事情是 看到空服员能弃成这样 拿出这么多证据就能知道 他们真的是把他当成是奥客 说实话 真的有很多不讲理的宠物主 不仅在飞机上 任何地方都有 应该要把他列入黑名单 航空公司们拒绝他的搭乘 这是唯一能让他醒悟的方法 规定就是用来遵守 而不是用来违反的 从一开始就要避免紧急情况 在动手术的地方恢复好后 再搭飞机才是正常的 要不然就要遵守规定吧 为了拍YouTube影片 明明知道狗狗会疲劳 还搭乘十多小时的飞行 真的很傻眼 尤其是在动手术后 应该要等到恢复后再搭飞机吧 这是坐了多少次飞机 请停止虐待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 把狗狗猫猫只是当成宠物 才会引起这样的争议 狗狗为什么会突然咬人呢 说实话 偶尔也有乘客 殴打乘客的事情发生不是吗 因为不养狗狗所以就不懂 狗狗也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存在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过于反应 我真的不理解 完全没有同理心 所以对于狗狗网红与陈文元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的朋友们 等他 armor灭 性宣优 两不要 蒸魚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